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专业不可能全包 一定都会跟别人协作 那专案执行 我们被请求帮忙支援 这件事情一定是工作的常态 小到就是电脑坏了 柜子坏了 或者是你中午可能没办法出去买个便当 要请同事带回来 这些请求啊 都需要是 就是希望可以对请求的时候 对方可以乐意一点 然后不是那种变成要求 我们要如何让请求变成开心一点的 就让别人对于自己的请求 有比较善意的回馈嘛 对对对 然后也比较愿意答应 好 我觉得这里 大家不妨想一下 就是说 当你提出请求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别人拒绝你 就是你这个人不好 蛮长的哦 对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可能 你在人格成熟这一块的功课 还有一段路要走啊 因为你永远记得 职场他不帮你是本分 嗯 而帮忙你是勤奋 他没有应该要帮忙你 真的 然后再来 你提出请求 这个是你提出来的 别人要不要同意 是别人的权利 对 但是别人不同意 也不是你这个人不好 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嗯 可能是你没有相关的 可能是他没有相关的资源 嗯 他没有把握 或保证 他能够符合你的期待 嗯 好 当然也不排除 他就是不喜欢你 好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时候 嗯 为什么有些人会说 有一些 在职场工作的人 所谓玻璃心 我觉得这玻璃心 这可能 今天提的这个主题 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嗯 是不是在 不管你开口不开口 你在心里的内心设定 你就把拒绝当成是对你 对你这个人 人格的否定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 事实上 不管是你提出要求 你压力很大 被你提的那个压力也很大 他答应你也不是 不答应你也不是 嗯 对 所以其实 其实职场哦 不帮忙 叫本分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买 对啊 对对 他帮你是真的他愿意帮你 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 先有这样的一个 前提建设 对 你的思想准备要这样子 而且当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的时候 我常常也遇到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 当他开始 只要请求任何人 那那一个人就有回应 嗯 然后久而久之就变习惯 就事无论大小 无论是什么状况 都找同样一个人 嗯 像我自己就 对我自己内部的员工说 你有任何问题 请找那个能帮到 你的人 嗯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而不是去找你习惯找的人 对 通常很容易就会找 好问的那一个 对 你习惯找的人是怎样 你习惯找的人 有时候就是跟你一样的人 嗯 所以这样的 这样的三个臭皮酱 他不会胜过一个诸葛亮 三十个都不会胜过 都不会胜过 因为 因为你们是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 他跟你一模一样 你就会在同样的地方掉坑啊 对啊 所以其实帮忙这件事情 你要讲 讲个可以是很广啦 嗯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心态要摆正 对 别人对你没有义务 嗯 好 但是呢 你对于自己的问题 能不能被解决有义务 对 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概念 你要为这个负责 嗯 所以你才会衍生出 一连串的行为是 你如何好好的提出请求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何很清楚的知道 要找到能帮忙的人 而不是找你习惯找的人 对 通常找习惯找的 你可能花一样的时间啊 还把事情搞得更糟呢 没错 然后搞得团队的气氛 也越来越糟啊 没错 但很多人 我先把从比较高的概念讲 但很多人在真实的状况 也会有 没有啊 我就是还不错啊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帮我忙啊 嗯 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 其实通常别人愿意帮你忙哦 有四种状况 哪四种 你可以帮自己归因一下哦 第一种就是你运气好嘛 嗯 上辈子烧好香嘛 对不对 你有好同事 对 你的同事他本来就乐于助人 哦 这运气好 哦 这真的是运气好 但这个不是常态哦 不是理所当然哦 对对对对 而且他这么愿意帮忙 有一个前提是他 第一个有能力 第二个他有愉遇哦 嗯 如果他工作也忙到累到快被鬼抓走了 你能期待 他给他的帮忙是好的 对 结果好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 他愿 你同事愿意帮你的原因 你们关系很好 哦 嗯 就是 你们有这个情感的一个存款 OK 你们本身有这个信任的资本 原本就是有建立起你的情感的部分 这样子 没错 所以 但这里面 其实我觉得运气好跟关系好 这也是我前面说的 为什么很多人在找人协助这件事 当他还在基层处理的问题 复杂度还不高的时候 都还不错 嗯 因为反正大家能力差不多 大概就是那样 对 我可能要的只是 另外一个人的时间 多一双手脚帮我 嗯 可是当你的成绩越来越高 你要的其实不是手脚的 对 你要的是观点 嗯 你要的是真的有关键的技术 或者是 解决问题的独到见解 嗯 那这个时候你还一天到晚去找 那个你习惯找的 嗯 有没有 通常关系好就是你习惯找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这时候 通常就不适用了 OK 你就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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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大家都帮不到 对 然后它会变成一种恶心循环哦 有时候当心态一歪掉 你觉得 哎我怎么找你帮忙 你也帮不到 你可能有时候一时半刻你自己脑充血 就是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而且它让你习惯 你就很容易真的说出真的不能说的话 对 人家 人家帮你 叫做人家的善意 嗯 这不是他的责任 你永远要记得这句话 对 好 所以 为什么很多人在职场 处境越来越辛苦 就是原本 呃原本 呃真的能够帮他的人 他不习惯去找 嗯 然后他习惯找的人 慢慢的也因为 因为他的一些态度 一些回应上面 让他把他推运了 对 那第三个 别人愿意帮你的原因就是 他可能欠你人情 哦 有时候互相来互相去的时候 对 事实上 也会啦 真的会 对 就是想说 啊你上次帮我 那我这次帮一下你 我们虽然说哈 做人不要那么计较 嗯 有没有 大家有来有往 可是我觉得哈 那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是 我们给别人的善意 嗯 但是你不能当作 别人也会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对待 同等跟你对待 嗯 因为欠人情这种事情 它还有一个细节哦 就是 彼此的对于 欠的多少的度量 标准不一样 这很微妙 对啊 我觉得我帮了你一个大忙 但是你搞不好觉得 我只是顺手 对 对不对 嗯 在我的角度里面觉得 你就刚刚好 你只是帮我一下而已 对 嗯 对 就 我猜 很多人都遇过这种状况嘛 你可能真的帮了一个同事 或帮了某个朋友 一件事情 结果 那一阵子 你几乎是用尽自己的洪荒之力 就哪一天你们闹翻了 你提了这件事 他就说 哎呦 那么计较 那么小气 你不过就是帮我怎样而已 你看欠不欠 满肚子火啊 对 所以你知道吗 当你后面 你看当一个人 当他受到这种伤之后 有没有 他在面对其他日后 跟别人的来往 其实那个 潜在的攻击性 跟防御性就会出来 对 然后就会造成 他主观世界的恶性循环啊 就想说 当他哪天真的需要 可是他平常 又有这份防御跟 这个潜在的反击 跟攻击的时候 当他真的哪天有需要 要么他就是 无言跟别人开口 要么就是 开口别人就打他枪 所以他就会衍生 今天的问题嘛 就是请求 没有善意 他还是被拒绝 对 我不知道大家这边 到这边还跟得上跟不上啦 就是说 他其实是缓缓相扣的 对没错 尤其职场上 他是最快的线市报 因为他会有 他会有时间压力 他会有权力分配 他会有资源分配 对 他会有每个人在乎的点不一样 然后他又没有 像家庭关系里面那种 你没办法 你是我爸就我爸 对 对 他又没有这一块 那份义务在 所以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呈现 会非常非常利己 会非常非常快 对 可能在下一周 很好 下一周 你们两个就决裂了 没错 所以 这边我就要讲第四个 如果你无论是提出请求 还是被别人提出请求 我觉得第四个 彼此相互肯帮忙 我觉得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姿态 就是用一个互利共赢的角度 那当然互利共赢 他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水平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你帮了我很多忙 而你自己的主观世界 是不是这样子认为 所以我觉得他不能用 单一标准来等量奇观 但是简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无论你是提出请求 还是被别人提出请求 都要把 那我做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或者是对方帮我 到底他可以有什么好处 这比较重要 实的跟虚的都相 有时候没有实的 没关系虚的也好 我那边讲个例子 我们呢 因为自己有自己的频道 所以也算是有累积 一定的影响力 对 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NGO组织 他们要推广一些活动 然后发函请我们配合 我已经收了不止一封这样的信 就是其实我们也蛮愿意同身公益的 但我们的风格一直都是默默做 所以我从来不annonce这件事 从来不 不糟糕天下说 我们有做什么事 OK不重要 因为那个是我自己 应该说我们自己的 选择 对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奉献方式 我们就专注在 我们就是一个经营成人教育的公司 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 这些单位 我要讲的是 这些单位来提出请求 哇 他把他的活动啊 要怎么做 他要干嘛 写的洋洋杀杀 然后邀请我们配合 然后整个活动计划当中 我翻前翻后 看了三遍五遍十遍 我就是没看到 有一条叫做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没错 那个好处不一定是真的是 费用或者是什么 就是连一句话都没有 对 其实你是NGO组织 我就已经先知道 你不会有费用 或者是你就算有费用 也不是我们行情价的费用 对 可是你起码写一句 我们预期会 我们预期会怎么曝光 然后您的品牌 您的什么什么相关 会有连带的曝光 连这句话都没有 这是虚的 我讲真的 我拿那个 我帮了你之后 我拿那个美国时间 真的去一个一个check 你有没有把我的logo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没那么多美国时间 对不对 但是你连这个你都不说 一句话的功夫都不讲 对 就感觉受到心 好像有一种 我应该要做的 对啊 那种 那种我觉得会有一种 就是说 就是 因为我做的是NGO 我做的是好事 所以你就应该如何 嗯 怎么会变这样 对 对就是 就是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个 OS不太恰当啊 就是花惹发的那种感觉 就 就 这对 为什么 为什么好多变成 就黑人问 那种感觉 对 所以 所以其实 别人肯帮忙 有 别人肯帮忙 我觉得在职场上 大家都把这第四个 就是 别人 哪怕有没有 别人帮你买个午餐 你给他好好说声谢谢 然后大家有来有往 嗯 就是 都都可以 他不一定是要很实质的 你让我赚多少钱 然后我在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这个 这个主管选拔当中怎么支持你 不一定是这个 不一定 但有这个也很好 嗯 这个都是 但你有没有把 别人 拿什么跟你换什么 你拿什么跟别人换什么 你想在里面 我觉得是有没有把对方放在心里 对啊 那是很重要的 对啊 在请求上面 如果你有把对方 重要的放在心里面去思考的话 我觉得 请求都不会太难了 对啊 对啊 好啊 那如果真的要请求了 有没有 小撇步可以 看简单一点 我觉得应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哈哈 我今天 高手 我在写这一集的时候 心里想说 哦 这就是我很在行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还是做的超好的 这样 对 我 就是顾重好手 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上个月 关我们办新家 对啊 大家不知道 使用的如何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样 有什么需要优化的也可以 给我们点时间 对 优化是一个never ending story 对 那在过程中间啊 我就是 因为一定会有一个窗口嘛 那我们就是 我就会跟他 开始跟他累积人情 那真的不熟也没关系 那我就是慢慢的跟他 平常关心啊 他可能 他可能无意间的讲了些什么 然后我就说 哦 你被客户骂了 对不对 然后去通理他 那个中间的一个 存款累积 然后慢慢加 然后还有 我还蛮常 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去注意他 很大小细节 可是因为他们在做网站 有时候到半夜都还在 还在 还在工作 对对对 然后我 我是 我是那个接受方 我就会常接到一些 他们在干什么的一些通知 然后我可能隔一天早上 我就说 哎 你们昨天满到12点了 哎 这么晚了 有没有好好休息啊 对这时候我就慢慢累积 如果假设我最后真的有些东西 要请求他的时候 他通常都蛮愿意帮我的 而且你透过那个过程 你就知道他们的节奏 对 你知道你有什么请求 在什么时候提出 得到好回应的几率是最高的 对对 你也知道他们的习惯 个性喜好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紧急 有很重要的要求 你会知道怎么要求 对方会 他比较容易会愿意帮忙 对对 还有就是因为做网页嘛 啊我也不是工程师 我就是一个 我讲白了 我就真的是一个白痴 我常会问 我自己都知道我要去问一个 可能工程师都要翻白眼的问题 可是我真的就是不会 我真的就是卡住了 那那个时候我就会 我就我会先 让我自己先做完功课 然后告诉他说 我真的已经做了这些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怎么办 可以怎么办 然后他通常呢 这种结果呢 他就是三分钟后就告诉我 说可以怎么起 那我就会很 应该很浮夸吧 就是说 哦 常常没有你们帮忙 我真的是三天三夜都不用睡 或者是 有时候我就会说 你们给我一个关键 关键之后我就可以废在那里 然后我就可以好好 跟我老板交代 事实上是给对方一个成就感 让他觉得 跟我一起工作 事实上是 这种小小的地方 我还是有看见他们 对我的帮助 嗯 所以其实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在这边也真的要说 那个我们的新网站 宣宁在这中间 跟我们的合作单位 那个真的 真的从一个大外行到现在 我觉得 之后如果还要做任何网站 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了 大概前前后后可以知道 就是他们对方会是怎么去 去安排他们的行程 然后在我们 我们自己甲方的地方 要怎么去调节那个节奏 对没错 虽然我们都不愿意再面对 这件事情不用太常来 对对对 可是从宣宁的整个脉络当中 我觉得有几个点 大家可以 真的如果你要提出 你的某些工作上的请求 特别是 注意哦 你对你的部署提出来的 只要是他工作职权范围 那个叫做合理的 嗯 合理的announce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好 但这边请求可能比较多就是 那些对你没有 没有义务的人 嗯 他为什么愿意出手帮你 对 甚至于哦 其实你看哦 我们在制作网站 其实我们是甲方嘛 对啊 对方其实对我们有义务 嗯 但这种所谓的外部合作单位 我常说这种合作就像什么 就有点像我们做教育事业 嗯 大家踏进教室 或者是大家参与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用多少力气 我是否真的足够用心 嗯 其实那也只有 只有我自己知道 对 但但我是不是愿意摆 真的全心全意 特别在这种 我们说甲方跟影方的外部合作里面 真的有说那个中间的窗口 很重要 很重要 嗯 很重要 要不然的话 你什么东西不满意 都拿合约说事 都拿法律说事 但大家那个合作就没有互信基础了 对 而且那个 你可能第一次有像你拿出合约 就说这上面有写怎样 对啊 你下 没有下一次了 你的 就 从我片面的了解 我的窗口 他都会说 这种人来 他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先放后面 对啊 等他其他事满完再说 其实像这种行为哦 就是你把对方他可能 他可能愿意为你尽心尽力的可能性都捏洗了 对啊 然后他就给你起码标准 对 你知道这种合作哦 如果他都只给你起码标准 嗯 就像你来上我的实体课 说好了三小时 我就在台上跟你混完三个小时 也是三个小时啊 对啊 可是我尽心尽力 还不只是尽心尽力 我还加码 我还做很多案例分析 这个东西在你还没进教室之前 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 嗯 对 对 那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 你如何去创造出你的对口单位 都是愿意去全力演出 嗯 愿意尽心尽力 我觉得 这个前提也是你真的要全心全意 让对方真的感受到 他真的能感觉到我 真的很用心在这个网站 对啊 我真的很专心在这个专案上面 希望是他好 我们好 对 就是我也不用常常去烦他 这是一个互利 是共赢的概念啦 对 就是我好 我就不会常烦他 他就不会常常要 做一些火烧屁股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从你 刚刚所说的 你跟对方互动的过程 第一个态度很诚恳嘛 超诚恳的 对不对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就是拿出一副 反正我们付钱是大爷的角度 对 但我也不会说 人家会反方向想 是不是都要很委屈啊 是不是 也没有 我真的就是把它当作 是朋友在经营上面 是 到最后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常 就是 私底下场 哎 你想吃什么吗 我们可以干嘛 真的是变朋友了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你刚刚讲的 像朋友一样 就是累积 那个情感的资本 这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在同事上面 我觉得也是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需要这 这一手 但是如果你平常 可以累积的话 那事实上 很多事情 会在你意外之 意外之外 他就被解决了 对 而且其实这种东西 别人为什么 他会尽心尽力 而不是只拿起码标准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 跟别人接头对口的过程 然后你有没有 从对方的立场说话 从对方的利益说话 从对方的角度说话 从对方的在乎说话 对 对不对 对啊 对方觉得我懂他 他懂我 对啊 有时候哪怕只是一句话说 这个时候临时 这个派这个任务 你真的辛苦 只是我们怎样怎样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这个顺利之后 后面是不是可以怎样怎样 而后面的那可以怎样怎样 就跟他有关的 跟他有关的好处 等等的 甚至于如果他 他他他 有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两个 两个公司 在做一些合作 中间的窗口 可能像我自己 我就会去想到 就是说 对方的这个窗口 接我们这个案子 对他在他的公司里 的位置有没有帮助 对 我如何去做到 让他听懂这一点 是对他这个位置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的一个细节很多 但其实大方向上面来说 就是换位思考 对 你如果不会换位思考 而且你不知道 你看哦 如果在生物细节 第一个 你不知道怎么跟别人 好好的连结 好好的相处 对 再来有些东西 你的那个界限 你画不清楚 这真的很微妙 需要拿捏的 对啊 你比如说 我跟你感情再好 有些我代表我公司 我不能答应 就是不能答应 对 该要说的界限 还是得要说 但是那时候 就不是情感问题了 但你还是要能分得清楚 而不是 我关系这么好 好 我就私底下怎样 对 所以其实大家听到这里 怎么样让工作的请求 让对方变成是乐意帮忙的 而对方不是 只给你起码标准 而是愿意进行经历 我觉得这里面 他其实除了 当然我说 你的行业 或者是你的专业 这我们碰不到 但最起码有一个东西 它是核心的核心 是无论任何行业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都有两个能力 是一定要具备的 第一个 就像宣宁 他做得很好的 语言连结的部分 我怎么样在心理上 在很多动作上 让对方感觉到 跟你合作是一件快乐的事 但第二个 其实还有一些 这个后面可能我们再找时间讲 就怎么样划清界限 有哪些东西 是我们应该的 应该要守住的 哪些东西 是可以当作是交换的 哪些是筹码 哪些是我们的must 哪些是我们的want 那个线要画在哪里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 其实无论是面对私人的关系 还是面对职场的关系 我觉得这都是让你能够更快乐 更自在的关键 对 我真的遇过有些人就只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只用一只脚在跳 他很会跟别人连结 但是没有界限 再不然就是很有界限 但是 相处起来就很累这样子 就很辛苦这样子 对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鼓励大家 在我们最近 也有推出一个 季节限定的活动 那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 人际断舍离 跟语言连结的三个秘密 这两门课 在6月30号之前 如果你都还没加入的话 两门课合购 会有2600块的优惠 对 过了6月30号 晚上12点就没有了 没有就是没有 对 那当然如果你说 这两门课 其中有一门 我已经加入过了 那我要加入另外一门 有没有优惠呢 有的 我们个别都还有 个别的优惠 你详细可以看我们的网站 好 那这两门课呢 就是分别让你学会 怎么跟别人连结 然后人际断舍离 并不是怎么样 跟别人切八段 好不好 就是 就像 宣宁是会窗口 如果对方 一直跟我切八段 怎么行啊 对方跟你切八段 或你跟对方切八段 也不行嘛 对 你也不能 就算一件事情 真的十万火急 很硬的 你也不能真的 就是一比一的那种 老板 老板发飙了 然后你把那个发飙 一比一传给对方的窗口 我觉得那本是在搞砸事情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谓的人际的断舍离 不是要跟你 不是你要跟别人切八段 而是你在心理上概念上 你知道哪些可以收 哪些不要收 把关系放对位置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我们常常说取舍取舍 关系里面 你要取 就是 与人连结三个秘密 你要舍 就是人机断舍离 这个组合真的是 自豪的 对 那你有好好可以跟人连结 但也有能力 我们可以把关系摆放对位置 是啊 一个能够好好跟别人连结的人 就会得到别人的喜欢 但一个清楚自己界线的人 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嘛 对 他是 你说左脚右脚哪个重要 我们要被喜欢 也要希望可以被尊重 是啊 这是达到最高的境界 对啊 他不是二选一的问题 他是二合一的概念 就是我们都希望可以有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那如果对我们刚刚说的 课程的组合价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下方的连结 赶快点进去 给他买起来 我们是无线听哦 不要再问我们说 可以听多久 无线听 可以让你一直听 听到你耳朵出油为止 好不好 对啊 你就可以点下方连结 我们欢迎你的加入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